董董好 前一天到台中出席谢票感恩茶会 准复总统肖美琴以自身的选举经验 鼓励大家再接再厉 但仔细听肖美琴的声音已经有点沙哑 原来当时她可能已经确诊了 肖美琴选举到现在选了七次 其中有三次的失败 那每一次的失败都应该要有她的意义 但是我相信他们为台中市民做事 不管在哪一个岗位上 这样的精神都不会停下来 隔天中午肖美琴突然在脸书发文 说刚刚去苗栗谢票活动的路上 因为有鼻塞的症状 在车上做快筛 结果是阳性 二度确诊 马上依照卫福部的指引 全程戴上口罩 而且我还戴了两层 不用餐也没有握手 跟人保持距离零接触 完成苗栗的两场感恩活动 但为了保护大家 这几天后面的活动 就先取消不出席了 向天上圣母参乡 小美琴跟庙里的委员们 以拱手代替握手 就是要避免接触传染 沿路还有不少民众 见到小美琴 兴奋的打招呼 小美琴只能隔着一点距离 跟大家致意 就算有粉丝想冲上前来合照 也得隔着一公尺拍照 其实这已经是小美琴 第二次确诊了时隔三年 选后展开环岛卸票的过程 没想到却二却 她也发文提醒 这阵子天气变化比较大 请大家注意 保重身体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